小兄弟 你身体肯定虚着呢 歇息一下 多谢 你们先休息 我去和小姑姑说说话 很快回来 会是怎样的惩罚 别担心 你就安下行等我 好吗 嗯 阿游哥找到媳妇了吗 嗯 不知道 小姑父是村外人啊 不过也对 小姑姑的兄那是出了名的 村里人谁敢娶的 小姑姑 你是知道村里的规矩的 知道 不得对任何人提起独障权 和自己的身份 不得擅自离村 擅自带人入村者 服下孤独 终身不得离开泉眼村 小姑姑 我愿意接受惩罚 但是 我再也不能忍受 你真正的看着自己的朋友 在面前失去了 但是你这位朋友 好像不是一般人 小姑姑看到她的额文了吧 我怀疑 与春资全有关系 自绝地天通之后 人家就再也未曾听闻有神族出没了 如今竟出现了一个 还成为了女朋友 不过小姑姑 最重要的是 我终于找到了那件事的线索 这是在北方发现的阵法 虽然规模不同 但是与当年出现的阵法 简直如出一场 并且在那个地方 我又见到了那个怪物 确定是那奇怪的人物 我绝对不会认错 有了这个线索 此事终于算是有了图过口 起来吧 可是惩罚还没 我让你起来 又想挨棍子不成 都不仅仅是长了个子 好了 去找女朋友吧 他们应该很担心你吧 我回来了 若是你应救我受到惩罚 我替你担当 过命的兄弟 还客气什么 你们不要一副 天塌下来的样子 小惩罚而已 事已至此 也没必要再隐瞒什么 我们村子 关乎着一个重大的秘密 因此 村规一向很严格 你们是全首一族吗 我们世世代代 都守护着神农九泉之一的独障群 神农九泉 九泉为神农大神所疏通 凝聚了世上最纯粹的灵灵 为天地灵脉之淑女 小情没听过神农九泉 总听过三族大战吧 听说过 不过细节什么的 我就不知道了 其实三族大战呢 主要就是为了抢这个神农九泉 而我的小姑姑桑梅 既是全影村的村长 也是独障权的全首 竟是如此厉害的人物 总之我的身份 你们也清楚了 那么修武 你坦白告诉我 你和春姿 是什么关系 在卢龙军营时 你额头上浮现的神闻 和春姿印记一模一样 不是脚合吧 我是福西大神 用春姿灵力和神术果实 制造的新神尊 用于守卫春姿泉 长久以来 我沉睡在春姿泉内 唤醒我的是春姿泉手 敖须神尊 敖须竟然是春姿泉的泉手 等等 你还喊他神尊 我被神尊下属 你都被搞成这样 还喊他尊称 真对不住豁出自己性命 也要救你的月儿姑娘啊 谢谢你 师姐 等会儿再轻轻握握我啊 我还有事没问明白你 既然福西造你的目的 是守卫春姿泉 怎么你的职责 变成帮天狱缉拿讨饭了 我 理应听从春姿泉手的调解 但这又关春姿泉手什么事啊 魁豫他们害到春姿泉了 桑油哥哥 溜溜 你怎么来了 桑油哥哥 村里举办了宴会欢迎你们 朱先生拜托我带你们去游玩 大哥哥大姐姐们一起来吧 好啊 你先在外面等我们 我们待会儿就过去 有宴会啊 是啊 宴会的时候可热闹了 小兄弟 我们一块儿出去玩玩 若是一时不能想到 到外面走一走 让思路开阔也好 收到两岁了 你也放了一片子 三柔哥哥 快跟我来 大家都懂得你们 我们三柔哥哥 外面好不好玩 溜溜也想去村外了 你还太小 再等个十年吧 才不想呢 我最喜欢全银村了 我知道桑油哥哥很久没有回来了 一定不知道 我们这里七锅双鸡汤最好喝了 思宣哥的鸡汤炖得可好了 喝一碗尝尝呀 思宣哥 溜溜 您可别骗我 他对了咱我喝过的 好你个阿游 看不起人啊 这些年我手艺可长进了不少 思宣哥 给我尝尝 还真的比以前强多了 以前汤里总有一股蘑菇的土腥味 现在不仅没了 还把蘑菇的鲜味提出来了 思宣哥 你的手艺真的进步好多 那你们再来一碗 好 你们快吃快吃 我还要带你们去其他谈味呢 桑油哥哥 你在外面想家的时候 是不是也会看天上的月亮呀 月亮 看那个干什么 朱先生教过我们很多中原人的诗 想家的时候 他们都是要看月亮的 还有这种想救 桑油哥哥 桑油哥哥果然还是不爱读书 桑油哥哥 草姐姐 带桑佑哥哥来玩啦 是溜溜 拍到了阿游和他的朋友 来给我们捧场 桑佑哥哥好久没回来了 其他的哥哥姐姐也没来过 我给他们当向导的 溜溜可真厉害 哥哥姐姐们 这个帽子可是只有我们这里才有的 外面的人都没有这个手艺 编出来的也不好看 尤其是周姐姐手巧 他的帽子比别人都要好看多了 好久不见了 你们还是这么恩爱 周姐姐的帽子 也还是做得这么好 那你买一顶吗 这位姑娘姓白对不对 阿游若是给你买了这顶帽子 以后你们就会像我和七哥一样恩爱哦 我 我们不是 我们不是那样的关系了 还狡辩 就是看不上我帽子的托词 没有没有 外面的帽子 哪有周姐姐编得好呢 这顶帽子你现在买我都不给你了 这位小哥 你拿一顶给那个姑娘带着玩吧 谢谢 师姐 师姐现在要带吗 啊 现在不放了 啊 还有别的地方没逛呢 七哥哥 周姐姐 我们先走了 好 要玩得开心啊 啊 篝火烧得好旺呀 要是村里天天都能办宴会就好了 小丫头想得还挺美 咱们先走了 啊 篝火烧得好 小丫头啊 好啊 小丫头啊 你呢 你呢 我呢 你呢 我呢 最好玩的竹杆舞了 我们全影村的人 除了医术和毒术 也同样能歌善舞 在我们这里 竹杆舞最能表示欢迎了 大哥哥 大姐姐 你们要试试看吗 什么时候还添了这个规矩 不过你们可一定要试试这竹杆舞 是真的很有意思 过了这村可没这店了 是吗 阿游 你和前妹玩吧 我和师弟不擅此道 去那边看你们玩 也是 要是没跳好摔了就难受了 小晴 你和我一起来吧 可是我 来吧 有我呢 在这里 你叫我 走 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阿游 村里的欢迎宴会真的好有趣啊 这个烟花也好漂亮 小晴 若是可以 你愿意常来吗 愿意 但全影村 或许外人事再进入 阿游 你还没说善待外人的惩罚是什么呢 也没什么 只不过 是终身不能离开全影村吧 没有通龙的余地了吗 全影村的人 从懂事实 就知道是乌独长的不六界爱人 所以村规绝对要遵守 阿游说过 狐一直陪着我的 但现在 已经没有办法了 小晴 老虚神尊是掌管天狱的神官 掌管天狱 神尊曾为神界刑律长老 后调任天狱御长 同时也是春资泉拳手 他在神界素以极恶如仇 铁面无私而著称 我所觉所知 皆是神尊亲自传手 可是这段时间 我在人界所见 却是有许多违反神界律法之举 比如说 紫秋和我留在人界 都是违反神界律法的 还有 紫秋本身便是违反了神界律法 什么意思 神族诞生一时 天地以自身灵力为业 凝聚躯体 赋予灵石 创造最初之神族 后天地觉此法太过消耗心力 便以神术谷为本 再负自身灵力 速成新神族 所以 神族皆是天地所造 并无父母 但倘若神族结合 诞下神子 则神子成长时 会吸收父母灵力 令他们灵力衰竭而亡 神族数量本就稀少 长此以往 神族会走上陌路 因此熬虚神尊制定神界律法时 最重要的 就是严禁神族情爱和声誉 犯禁证 暗律永秋 所以 小秋应该是一个同自己父母 一起被关在天狱的犯人 让我仔细想一想 从头里顺 花刘曾说 自己本在天狱中 不知何时出现在人间 西区 赤鱼 也都是天狱囚犯 这些凶手若不是跟着魁羽一起逃于来之人间 那是自己逃出来的 还是 有人故意将他们放置人间 所有的凶手 都是由某种奇怪的原因 在性格混乱 残暴无比 这个原因 同熬须有关吗 按师弟所说 小秋应该是同自己父母被关在天狱中 而小秋又不记得以前的事 只记得 自己在天狮门长大 这跟熬须又有什么关系吗 按桑梅前辈所言 羞无所中的绝名 是毒杖权特有的奇毒 连神魔也不敌 熬须是怎样的 要拿到绝名的 拿着毒的目的 就是为了有朝一日对付奎宇吗 虽然天魔仲每次都蓝色熊熊 却没有伤害过小秋 没夺取过任何人的性命 熬须附身之际 奎宇甚至为保小秋 而不惜停下宫时 师弟 你现在仍然相信 熬须所作所为 皆为正道吗 我 相信与否 要靠我亲眼所见再做决断 虽然熬须让师弟陷入危机 但他之前那么崇敬偶须 想要让他现在改变想法 也是强然所能 无论怎样 小秋被天魔仲奴走 俘过未知 师弟是如何到魔界的 通过九泉灵脉 到达魔界的炎波泉 师姐想去魔境 神魔之锦早已封闭 能破开六界封印的春资剑 也不在我手上 更何况 那里充斥浓厚煞气 人族根本无法承受 魔界煞气 姐妹 我知道仙霞派祖 是与魔族颇有渊源 不知道仙霞 是否有抵御煞技的方法 这个 我不知道 不过师父或许知道 你该不会想去找小秋吧 我正有此意 月姑娘 我想小秋或许已经 不 天魔仲不会对小秋下手 他应该还活着 奎宇几次出手 都对小秋有所顾忌 我的直觉告诉我 他不会加害小秋 真的 奎宇即使叛逃了魔界 在新神族中 名声仍然很高 我也从未听闻 天魔中草间人命 若非任务在身的话 我并不想与他们为敌 不行不行 魔界哪有那么容易进出 九泉灵脉 难道你是想从独障拳去到魔界 所以等一下 我想去见桑梅前辈 看他是否愿意送我们一程 到魔界颜波拳 我们一族守卫独障千百年 就是为了独障不出乱子 我觉得小姑姑可能 不会同意吧 还有 那个颜波拳 我记得不是地火源头吗 去了那里 还没遇到魔界杀气 搞不好就先被烧焦了 颜波拳内充斥着极强的地火之力 人族怕是无法通过 不过由我保护师姐 应该无碍 你能一直在小丫头身边 寸步不离地保护吗 还这样前辈 九泉灵脉混乱无比 与其让他分神保护你 不如寻个至纯火灵的先手 与本山神配偶 再强的顶火 也能保你们安然充公 至纯火灵的先手 明术们搜集了大量的先手资料 说不定有线索 那 防魔界杀气的护符 我也可以去问师傅 要不 我带你们先去见我小姑姑吧 如果她不点头 你们寻什么先手 做什么护符都没用 这事要是我能做主 怎么了 没什么 还是先去找小姑姑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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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我再认一天 就绝不会让你们这么做 但如果是别人当拳手 或许可以 小姑姑 您认真的吗 你若是想带他们去 就要承担起这个责任 上次的拳手失恋你逃了 这一次你还要逃吗 魔戒危险重重 若是连这点勇气都没有 还是直接放弃吧 不 我不会再逃了 族长 我请求再次进行拳手失恋 好 若你能通过失恋 终身不得离开全隐村的惩罚 可以暂缓执行 并准许你接着调查四年前之事 但若你不能通过 便立即接受惩罚 丧勇 你可接受 我接受 明天一早 我会在独障泉入口等你们 今晚你们先好好休息 明天一早 我会在独障泉入口等你们 今晚你们先好好休息 暂缓时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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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将来还是要进族 我看 还是我去同丧前辈再谈谈 毕竟你是为了救修吾才犯了村规 你们俩就别操心了 现在事情最重要的是什么 是要去魔戒找小秋啊 我先带你们去休息吧 小姑姑也把客房收拾出来了 有劳了 对了 我们村房子不多 要委屈叶姑娘和小琴姐姐吧 不委屈 正好我也很久没有和约姐姐 一起说笑笑话了 是我们套了才是 那我 你和我住一间 你还想和两位姑娘住不成 小姑姑娘 试炼搁置多年 是因为不清楚毒涨意动的原因 现在你提议重启拳手试炼 可是查明了一遍的真相 长老 四年来阿游在外调查 终于掌握了可靠的线索 虽然还需要进一步查证 但我相信 离真相已经不远了 宣拔拳手是村中头等大事 不可等闲逝之 我知道 所以阿游必须通过试炼 才有资格担起这个重任 香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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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你又偷跑出去玩 菜籃又批痒是吧 好险 昨天逃了长老的一刻去抓兔子 我就知道小姑姑铁定饶不了我 还好我一刀就堵到外面了 突然又得挨打 人呢 臭小子 你给我等着 今天是小姑姑的法术课 现在回去 简直就是自投罗 反正都出来了 不如打几只山鸡 拿回去还能哄哄小姑姑 香油 你简直太聪明了 不愧是你 哇哇哇 别跑啊 你跑啊 你跑啊 你再跑啊 打中了 我是天下第一神射手 要是学法术能和抓山鸡一样有错 那我一定就不会再投课了 要是真的一样 我学起来包转比莫大哥还厉害 漫头 2006年 警告 各自国IF компьют业